萬生回家的紀錄片感動不少人 不過現在作者爆出學歷還有身分造假 也引發大家對這部紀錄片的真實性有質疑 而導演在稍早的時候出面說明 我們來替一下稍早訪問 想要借機會 借一些機會 然後澄清這件事情 然後保護萬生 以及保護這部電影 我只能說這部電影都是真的 真實的 就像我的臉書講的 田中石家大概跟我們去採訪過一次 就是參加日本高級奶奶 清水奶奶的葬禮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幾乎都沒有管這個紀錄片這樣 導演說這部紀錄片 並非外界所想的先有書之後 他們再根據書本的內容去拍攝紀錄片 他保證影片中的人物是確實的存在 而他也說其實早在12月就發現網路上在流傳 萬生回家涉嫌造假的問題 因此當時他就在臉書上做出回應 強調影片的真實性 不能和書本畫上同等號 而他也說當時陳宣如有提供資料 還有一些人物讓他們去拍攝做採訪 不過他們實際到現場 並沒有找到陳宣如所提供的人物 因此他們也懷疑著這個真實性 而導演也強調其實陳宣如在這部紀錄片 只是出資者並沒有參與拍攝 只有來過一次 而另外他也說在書本中有引用他的照片 其實是沒有經過他的允許 讓他感受到非常的不舒服 而他現在最擔心的是 這件造假事件會影響萬生的情感 也因此他現在會捍衛這部紀錄片的真實性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